作词 作曲 李宗盛 为何又突然想起你 在这空空房间里 思念太异性 在我们曾经的梦里 来不及说我爱你 绝不得不分你 心痛到无法呼吸 指引你 因为你我可以 不顾一切 向你飞奔而去 相识不易 相爱不易 你为何要逃避 多希望就这样 紧抱着你 让你听到我一颗心 只为你跳不停 你是否会珍惜 因为你我可以 奔不顾身 哪怕流言蜚语 相识不易 相爱不易 我们身不由己 若回忆已没有意义 该如何把你去铭记 只是可惜这样失去你 只是可惜这样失去你 只要是可惜这样失去你 首先拿这个学线上来说 那就来我们师大了 大家都知道这个师大的图书馆好 资料最全 再有生活问题 我可以在 这本校内给他安排一个临时性的工作 虽然工资不高 可是支撑他复习乃至于以后的就学 都应该能撑得下去 所以我就跟那个后勤处的同志 我商量了一下 给他安排了一个这个保洁的工作 我觉得 有宿舍 你看这件 住宿都得也解决了 这我觉得韦琳这个这次报考还是挺有信心的 那个 我们吃的差不多了 还是这几点了呀 现在不早了 我们明儿还得回云景 咱们先走了啊 不是 你们看这刚几点啊 这 这么早 再聊会儿呢 韦琳 你刚过来是不是也得安顿一下 好 那要是这样的话 姜伯刚才那个学校同事跟我说啊 说你离那个宿舍藏出来了 别忘了 我 我送你 走吧 别太忘了 走 别忘了 你真的要考文艺决员 是 其实我爸过世之后 我就有心要换个天地啊 所以明知道是个坑你要跳对吗 什么 什么 没什么 其实 师大图书馆挺好的 就怕有些申术了 你在这里待了六年怎么会申术呢 我是说画画 我 老美院扩招 你专业课应该没问题 就是文化课 主要是教材跟以前不太一样了 那我就多用点功倍 方校长 你换一个角度来考虑这个事情啊 一个曾经不再有梦的青年 却因为文艺学院 重新拥有追求理想的激情 我认为这是一个励志故事 他不仅对这个文艺学院的宣传 而且对整个师大的形象 都会很有益处 魏老师这事干独地的 你就 你就别跟沈云嚼舌头了 这事吧 咱也说不出什么的 再说了这客观上来讲 还是她在帮助华伟林的 你以为沈云觉不出来吗 都挂脸了 所以你就别在火上浇油了 我是担心要出事 沈云那东西气顶上来 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班俩不算出来震着呢吧 叔叔啊 我是叶霞 我没什么事 就是我刚从沈云那出来 那个烦着那个可爱啊 你不知道 真是好玩死了 是吧 那您还不赶快去看看她 行 叔叔再见 这么多天了 你就不想跟我说点什么吗 你爸问咱那问题就奇怪 你说咱俩过得好好的 我为什么要挑衅你呢 那你倒是给我个解释啊 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华伟林她想改变现状 我就是给她提供一点 平台上的便利 就这么点事 你什么心态啊 觉得特爽是吧 不是 你说这挺简单的一个事 你非得绕着弯想 我到现在才发现 其实你就是个小人 跟周卫东他们没什么区别 只是包裹得更严密一些而已 说你别 别乱扣帽子啊 我乱扣帽子 你以为别人看不出来吗 分院院长啊 有身份 有地位 中流砥柱 成功人士 霸气 不就作为你老婆看的吗 看看 你老公什么地位啊 再看看你前夫 穷困潦倒 老三十好几的人了 还在加油站囊脚工囊 多大差距啊 嫁给我多有福分啊 每天洗衣服做饭带孩子 还有什么可抱怨的 还有什么不知足的呀 不是 你看我把她捡回来 捡回来 不是 那个用词不大名 这就是你的阴暗心理 我告诉你 我一点都没说错 你就是做给我看的 正好那天叶霞他们也在 你就更有快感了 都是我同学 我发小 都看见了我老公跟我前夫的差距了 多有快感啊 明明是羞辱别人 还做出一副帮人的样子来 让人说不出道不得 我真是想看你了 我还觉得你不适合搞行政呢 我现在才明白 你彻彻底底就是个政客 不是你要是非得这么想我 我就没什么可说的了 那我就再重复一遍 华伟林这次来报考咱们施大师的自愿的 听好了 自愿的 我没有任何裹挟她的地方 对 她爸爸去世了 她一个人待在云井 渴望换条生活轨迹 你就抓准了她这个心理 所以你轻而易举地 就把她变成了牵线墓 打住吧山芸 咱们两个人要是再争下去的话 容易伤及已故长辈 谁这是 我知道谁啊 我爸妈 来来来来 一会儿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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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来了也不跟我说一声去去 这不是那个小麦孙了吗 想回来住两天 你打个电话呀 我接您听话 特别这把这个 你现在是干活了 这为什么点小事 麻烦你不是浪的 不觉得你们来得不合时宜吗 那个不是 我跟沈宇呀 有一点小分歧 这么沟通 没大事儿 你们跟我忍着 魏伯凡 我要姥爷来看你了 对 先看你了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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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没完了是吧 没完 不是你爸 你妈来的能不能别闹 谁闹了 你 哎呀 丫头啊 我跟你说 院长上班去吗 玩火者必自焚心吗 哎呀 哎呀 你说你怎么还是个追大仙人呀 啊 你老婆没那么好葫芦 更余上了钱没完呢 哎呀 还有事儿吗 你们 呀 范范你这样不行啊 你真抱在这里 不要对孩子说不行 你这种教育方法不健康 你知道吗 师弟你干什么呀 永远不要对孩子说不行 要不然他长大以后 会跟你一样子呗 哎呀 哎呀 咱们当着孩子在那儿说话 能不能注意啊 在羞辱别人当中得到乐趣 不是出于自卑吗 玩吧帆帆啊 想怎么玩怎么玩 哎 哎 对名啊 妈 我们要去超市买点菜 今晚上吃春饼怎么样 没事你甭忙活了 你这样 你晚上想吃点什么 我回头下班带回来就行 哎呦 你那么忙 我忙什么呀 我忙什么是正经事啊 哎 哎 哎 现在的人们 但凡见你红阳神 第一反应 那就是怀疑 所以我觉得 是不是可以这样 找人先以投稿的方式 让媒体进 等媒体进来了 然后我们再 循序渐进地扩大宣传 这个您拿注意就好了 请 坐坐 我只是一个小问题 一旦我们宣传做了 海纳百川的十大理念 弘扬了 高考之后 万一华伟林的分数线 没有达到怎么办 我个人的意见 看上师哥 在那里快点快点 我个人的意见 我认为校方不应该 给予任何偏袒和招 如果明年他想来报考 你就随他自己 你认为这么安排会更好吗 我觉得咱们 咱们学校除了要这个 坚持海纳 这怎么了今天 不知道啊 我认为校方不应该 怎么会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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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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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先谢谢你在旁旁的时候 能够第一时间想到我 来找我 老师觉得很荣幸 当然了 感情的事情 我觉得除了当事人以外 别人都插不上话 也不应该插话 所以我今天不想 以一个老师的身份 我只想以一个 过来人的身份 给你一点点想想见 感情呢 有时候需要换位思考 我相信你付出了很多 但是呢你要想一想 对方是不是会有一些困惑 因为你的付出 因为感情是两个人的事情 如果对方不爱你 你付出越多 对方压力就越大 这跟计算机程序不一样 你输入一编码 那程序就出来了 没那么简单 不好意思 我接个电话啊 不好意思 我接个电话啊 喂 吴老师 我正跟我一学生聊一点 哲学问题 还有这样的事啊 史上最帅的抱紧 打工是为了挣钱求学 立志哥我们停留 原来是考艺术系的 怪不得擦玻璃都那么爽 咋 小月 哎呀你看看那 凡凡飞上应该买一个那个游戏机 说拿手上就能玩了 不买 对眼睛不好 这不是韦琳吗 这怎么上电脑了呀 他现在叫立志哥 一女粉丝拍的就给发网上了 什么又荔枝又粉丝的 这你又不荔枝接近 这叫网络名词 立志哥 行啊 全明星了 这位明儿也没做错什么呀 又不是他拍的 我我哄孩子 来 来 来 方方要不要吃牛肉 来 吃一口 吃一口 哎呀 真乖 估计华为林自己也没想到 不要了 不要了 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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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这好像也出过了某些人的意料 没关系 卫明 这好像也是你想要的效果 对吧 怎么不好嘛 不是 那个 这件事啊 这个学校正在讨论呢 这不是 主要是 网络这个 网络心态比较浮夸 它可能会让我们的这个宣传方向 受到不良影响 我觉得没什么不好啊 不是 你不觉得 就是外人看起来会觉得是 校方在刻意敞作吗 心里坦坦坦坦呢 怕别人怎么想呢 最早是师大的校园网 现在连门户网站都上了 哎呀 这人长得帅呢 他就是吃香 这么绕他都能死活呀 哎 你回头换个昵称啊 什么无敌威爸爸 一点创意都没有 你的好 瞎公民意 你假不假呢 不对 要闹妖 我忽然有种强烈的预感 有人要闹妖 别人想走 叶霞 画伟玲怎么在师大呀 怎么回事 喂 神韵你也太恶心点了吧 你什么心态呀 都别人老婆了还把前夫往自己身边摔 你见货吧你 顾小薇你嘴巴给我放干净点啊 是卫明 卫明比你更简 你俩就是一对见货 没地方秀幸福是吧 拽着你前夫看你们眼 换个男人溜你撒欢了是吧 你缺不缺德呀你 顾小薇 我告诉你 华伟凌来师大备考 让自愿的没有任何人补习过她 我告诉你 网上那些帖子都不是我发的 跟我没关系 你少跟这儿兴风作浪的 这人 喂 你看看 造成不好影响了吧 跟这没关系 这个网络呀 是一个很浮躁的载体 不加控制肯定会乱掉 看人家吸引眼球 你就那么坐不住啊 我怎么坐不住了啊我 心里特酸吧 特失落吧 什么意思 本来想扮演上帝的 结果呢人架成了焦点 没你什么事了 不是 我问你 我 我跟他比 我有什么可自卑的呀我 你跟他比 本身就是自卑 这有意思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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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哪位 方教授啊 那个 这个事我已经知道了 我的意思是不应该 让这个事情在网络上蔓延下去 您觉得还可以吗 行 您的意思我听懂了 新媒体 新途径 值得利用 那您都这么说了 我还有什么好说的呀 不是我说啊 你姐什么气啊 我说过我姐气吗 我说过吗 我说过吗 看什么呢我看我看你 这有那么可乐吗这个 我觉得好笑不行吗 莫名其妙 盛老师好 你好 沈老师今儿个嘻哈啊 你也来早锻炼了 沈老师我记得你好像说过 这女人是越顺越美丽吧 这肚子和胯上坠肉告诉我 这是谬论 不锻炼不行啊现在 那你们走了 那想跟我们一块儿 下次早点起 我才不想跟你们一起 莫伟林 好巧啊 我上公子 我成练 没想到一转眼你成网络猴人了 你就别挤对我了吗 没挤对你啊 我现在都是你粉丝真的 这网络真是 没辙 挺好的 看到你比别人耀眼我特别高兴 你觉得我见不得你好是吧 你觉得我见不得你好是吧 立志哥 立志哥 我们合个影吧 来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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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张看张看张 再来一张再来一张 哇好帅啊 谢谢立志哥 我上公 对 就这些 这些照片 不是在在你电脑里吗 怎么这么传到网上去了呢 那个 沈云啊 我一贯认为啊 就是这些照片呢 它属于是你的私人物品 对吧 是可以也不用被删除的个人回忆 但是 但是如果它是被传到网上去公出一众 这 这太过了点吧 你觉得是我传的吗 那谁还有这些照片啊 你媳妇有那么欠吗 满世界的散自己的离婚史啊 不是 不是什么呀 我没回 我没回 啊 没回 我就是说吧 你 你说 办公室 你想想是不是哪天你 离开办公室的时候 忘了关自己这个电脑主页 然后让别人就乘虚而入 四季破坏 我们办公室的人啊 跟你们还真不一样 每天喜欢狗星斗角的 我就说说去 有人乘虚而入嘛 你怎么一点也不着急啊 对啊 我不看回首的历史被曝光 怎么我不着急呢 你上村下条村怎么回事啊 不是 喝好脑吧 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什么叫我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你 现在是别人要 要搬起石头砸我了 嗯 真的 是真的 嗯 王大鹏 沈老师 我跟他说我放手了 他很开心 我很难 时间会重难一切的 相信我 大鹏 老师有一个忙需要你帮 可以吗 你的电脑被入侵了 是 中病毒了吗 有人用黑客软件入侵了你的电脑 从相册盗取照片 然后传到网上 不过入侵者是最初线那种很容易被找到 你的IP已经复制在我U盘上了 只要他再入侵进来 我就可以通过谷歌地图 查到他的位置 到时候我给你打电话 那太好了 大鹏 我觉得你绝对是一个有魅力的男生 以后会有更好的姑娘喜欢你的 相信我 沈老师 你有点虚伪 你喜欢荔枝哥可以 别人带着喜欢我也可以 但是你动用我的私人藏品 是不是应该先跟我打个招呼呢 那天早上 看到你跟荔枝哥爱爱美美的 就觉得有问题 成练 偶遇 谈不上爱美吧 我每天早上都来这里背英语 她来之前 从未见你成练过 好吧 这句话题 所以 我就很好奇 就想看看 没想到 你们俩真有一腿 注意做此 还有过婚姻 沈老师 其实我挺生气的 你们每张合影都那么甜蜜 可你们离婚了 我不知道 是不是因为你嫌她穷 还是为院长第三者插足 所以 我就把你们的照片放到了网上 希望会有人来解密 其实结婚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两个人有爱情有冲动 他们就可以结婚 因为结婚是两个人的事 但是 离婚就不一样了 离婚需要两个人深思熟虑 需要两个人冷静下来 好好思考才能做决定 因为离婚不光是两个人的事 我觉得沈老师说得太精彩了 没有必要记下来 可能以后有用 你这样的调侃 好像太不尊重你上一段婚姻了吧 早点吃饭吗 可以吗 我之所以敢调侃自己 是因为 疼 疼 但是又好明白 开始的时候 其实 我们跟你一样简单 有时候越是简单 越是会把事情相复杂化 让对方累 也让自己累 所以通过你这件事 我倒觉得 我可以回过头来好好想想吧 你想清楚答案 他告诉我吗 那要看你是不是我朋友了 我为什么要跟你做朋友 你觉得呢 吕翟哥 先告诉我你的名字吧 戴小童 你知道 网络有的时候会把整个事件 弄得很复杂 这原本是一件好的事 可是现在 搞得所有人都很麻烦 真的 真的很难看 所以 我个人建议 如果你能放弃今年高考 离开这里 让风浪自己平息掉 我相信对所有人都有好处 包括万一学院 乃至整个事大物 是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霍卫林 如果你向他屈从的话 我这辈子都会看不起 你凑了 这个呢 这不是一样 回来了 吃饭了没有啊 那你为什么进那儿啊 不觉着自己猥琐吗 这又是怎么了 没什么 就是那个 华玉林的事吧 有点复杂 你就是丢盔弃甲 无力收入惊王不堪 所以采取了卑鄙的手头 华玉林等你了 不关你这傻疤 我跟 我跟华玉林有没有在打仗 是不是 根本不存在丢盔弃甲之说 我只是在做通判考虑 你说毕竟在保证被曝光出来的人 是你一样 对啊 被曝光的人是我呀 我都没觉着丢人 你来什么金呀 再说啊 学校的同事 大部分都知道我们俩是二婚 你能丢什么人啊 不是 这 你们俩怎么都给这事来了 不是吧 这事跟您真的是没关系 对 这事只跟他有关系 他让自己玩现眼了 陈云 怎么了 当着孩子的面说话 能不能注意他 我说什么呢 你说你说什么呢 你敢做为什么怕人说呢 咱俩能不能进屋再说啊 小语啊 那个你们能不能带孩子先进屋 能 来来来来 lite 去几分 滚了 回到家倒头就睡 干吗了这是泪成这样啊 火车嘎腰嘎腰的还特别紧 有快客不坐飞坐什么火车呀你 高速公路总出事 怕了 你回来干吗呀 想你了 才不信 爱信不信 你说这个晨晨 也不写封信 把老公给忘了都 她还问我你有没有电邮呢 我说你吧 让你学电脑你也不学 现在人家都是电子邮件 谁还写信啊 我明明不会电脑嘛 照顾落后的人 我看国家也别发展了 说话真强人 谁呀这是 你跟晨晨不在 我一个人闷得好 所以就开个麻将室 反正咱家地儿也大 现在咱来啊 这个老张今天怎么没来啊 我给你买人去等 你来 老板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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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好您好您好 缺什么跟我讲啊 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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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天这末妇给他们做顿饭 闲着也是闲着呀 再说了 要缺人的时候我还上去 打两圈 你以前也是引领时尚的人 怎么现在变成这个样子了 怎么了 一个做了半辈的梦的女人 想落地不可以吗 没什么 只要你高兴就行 这么早回来了 爸 妈 您能不能先带着凡凡去公邀玩一会儿 我有几句话跟沈宇说 能不能 这次走 了 坐下 妈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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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爸 我爸呢 他们去公园的 都出去了 这 这豆也没接完呢 沈宇啊 那个 我问你个事啊 有一个叫戴晓彤的女生 历史系的 你都答应过她什么了 什么呀 她在网上发了个帖子 说是你 沈宇老师 答应对她讲述一些 你跟历史哥之间的故事 而且她现在专门开了个窗口 准备连载 现在网上是一片期待 是吗 这孩子 不是你笑什么 这真是你做的吗 怎么了 哎 你这么做就过分了吧 你有什么权利这样干呢 我自己的故事 跟一个跟我当年很像的女生分享 怎么了 有问题吗 可这些是你的隐隐私啊 对啊 是不是我的隐私 是不是应该由我自己决定啊 但是她让我很难看了 你 你不知道吗 现在学校里传的已经沸沸扬扬扬的了 一堆人等着看笑话 她让我很难看了 你终于承认这是一场 尊严的游戏了 尊严的游戏了 对啊 这就是这场尊严的游戏啊 你的丈夫尊严受损 那么你就有义务站出来停止她 而不是再去添柴家伙 你是始作俑者 凭什么让我给你擦屁股呀 因为你是我老婆 你不是她老婆 卫明 干什么 本来 生活挺平静的 你非要把事端挑起来 我现在戏眼砸了 你但凡低个头认个错 好好说话 这事也就翻篇了 你居然跟我吼 你现在需要跟你老婆吼 才能找到尊严了是吧 那我告诉你 你连这点尊严都别享用 你是不是 博士 你干什么的 沈云 沈云 你别闹了行吗 你就算想抢银行 你也得告诉我要抢哪一家嘛 好 那我告诉你 我想好了 我要跟你私奔 私奔 对 如果我们私奔了 会有一堆人疯掉对吗 对 我已经让很多人疯掉过了 让他们再疯一次又怎么样呢 你多大的人 你别跟小孩子一样行吗 你一个大男人 可不可以不要老跟被人 结色了一样行吗 小时候夜下就说我骨子里是流氓 没错 别让我来劲 但凡我来劲的话 我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反正是我没嫌疼起来的 你想那我就陪你闹呗 你别叨叨叨地给自己装胆 你不相信我什么都豁得出去是吗 就像你不信当初 我们会以离婚收场一样 对吧 谁我们已经说好了 谁都别再追究过去 正好戴晓彤想听我们的故事 那我就在老故事的基础上 友情送她一个新故事好了 走 戴晓彤那个女生 我以本正经地跟她谈青春 心里却在嘲笑她 我为什么要嘲笑她 那姐不就是在嘲笑曾经的自己吗 知道吗 我真的很想整理出来以前的故事 我真的很想整理出来以前的故事 给戴晓彤 也给我自己 可我很难过 我记得过去的每一件事 她的妻子 却纪不记起当时的心情 国家 人家 是 人家 那么久远 却无法遗忘 有段时光 总忍不住回望 心上的人儿 不知在谁身旁 有多花儿 总在心中绽放 那么甜蜜 还带着感伤 梦中的人儿 是否插去泪光 青春的激情 融化所有悲伤 爱过就不能忘 回忆满点飞扬 越想隐藏 越是被他换绑 爱过就不能忘 四面卡在心上 日出天长 你别沉落信仰 有多花儿 总在心中绽放 那么甜蜜 还带着感伤 梦中的人儿 是否插去泪光 青春的激情 融化所有悲伤 爱过就不能忘 回忆满点飞扬 越想隐藏 越是被他换绑 爱过就不能忘 四面卡在心上 日出天长 你别沉落信仰 爱过就不能忘 回忆满点飞扬 爱过就不能忘 回忆满点飞扬 在心上 日出天长 你别沉落信仰 日出天长 你别沉落信仰